这条菜其实最主要的敲门 一个是炸蛋的时候油温一定要高 还有一个就是糖组织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欢迎剧的美食空间 我们的宗旨是给你爱的人做一道爱吃吃菜 今天做什么呢 做一道广府人 都说是同年小时候的回忆的一道菜 五柳炸蛋 那现在几个月吃菜五柳炸蛋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蛋 我们自打有了这个蛋 我真的是想多做点鸡蛋的菜 这就是湖北长阳土家族自制县的鸡蛋 就是在我们的高山上一样 就是非常棒 能生食 然后青椒洋葱五柳菜香葱 还有一个这个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糖醋汁食材就是这样 江湖食材之前呢 说一下这个五柳菜啊 这个五柳菜呢 我们是买的罐头呢 是现成的啊 为什么叫五柳菜呢 你看就是这里面有五种食材 木瓜青瓜胡萝卜紫浆和酵头 它本身就是酸甜口的 所以配我们的这个糖醋汁 非常美妙 就是整个这个菜既好吃又美味 关键是简单 还下饭 那我们先把鸡蛋给打了吧 我们用五个鸡蛋吧 看一下我们鸡蛋这个感觉啊 你看就是这个黄度 就是我们叫这个黄是什么黄 玉米黄 这个蛋 然后我们平时就是在做炒蛋啊 在做什么时候是需要把它给打散 这个我们不打 先放在一旁 那五柳菜我们就不说了 这个青椒 青椒呢 是配它的鲜度 因为毕竟的那个五柳菜呢 我们是腌制过的 我们来一点点鲜的食材 哎 我们给它切丝啊 把它这个里面的地给去掉 给它切细丝就可以了 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 哎 先看一看 好那这个洋葱呢 用了一个 所以事先呢 我们给它洗干净切开了 来 这也是给它切丝 好 这一半聊着摄影师 回去复课吧 这个洋葱丝我们也切完了 也给它放到码道里 香葱我们不放在这个整个菜里 我们到最后点缀 所以这个香葱呢 我们要给它切一下香葱丝 来 我们拿一个熟食针板 好 刀完也冲一下啊 切这个丝 真的是考验刀工了 一般的切葱丝呢 我们都拿大葱切 对不对 那个相对来说呢 比较敞亮一点 稍微比较宽一点 那我们切这个香葱的葱丝 怎么办 对齐一下 然后稍微 稍微的压一下 切这个香葱葱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好 基本上就是这种状态 然后切完了之后 我们放在码道里 那这个我们用水 稍微的泡一下 让它更支冷一点 因为这个葱丝会比较细 好 来试试看 这个我们葱丝切完了 然后用水泡一下 就可以了啊 就是这种状态 它会卷曲 卷曲也不怕 就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加工 来 五柳炸蛋 一定是要炸 它不是煎啊 我们之前一直都是用煎呢 做这个鸡蛋煎或者炒 但是炸我们还真是没有过啊 所谓的炸蛋的油一定要多啊 先把炒锅烧热 第一是油要多量要够 第二就是油温要足够 它才能炸出那种 就是我们样的鸡蛋的那种蓬松感啊 这个油我们可以反复利用啊 这个油真的是相对来说 要多一点点 这个菜的美味就在于油热之后 蛋放在里边炸完了这个过程 还有一个就是可以一枚一枚的炸 然后也可以就是像我们这样就是五个一起炸 或者甚至六个七个八个都可以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蛋的嫩度 这个蛋呢就是可以是全熟的 也可以是炸完了之后就是溏心的 确实喜欢不喜欢溏心的 说实话 还行 我还以为你说不喜欢呢 其实溏心的吃起来 这它的口感会更加的丰顺啊 刚才说油温油温一定有高 那我们的这个油温呢 就是基本上在七八成左右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把蛋放下去 一般七八成的油温大概在220度以上啊 基本上它呈刚刚冒烟的这种状态 我们把蛋放进去 好 盛世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烟已经起来了啊 其实烟应该没有那么大 我们还是这个抽油温机 还没有到外啊 所以说我决定了 盛世 我刚才看你有一点点犹豫啊 我们还是要熟的吧 不留心了 大家看一眼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鸡蛋 下到油锅里的瞬间呢 它有一个变化啊 来准备好了啊 走 瞬间的膨胀 好 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动啊 千万不要动 可以稍微晃动一下 看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起胖的这个感觉 我们现在这个火力是小火的状态啊 这个时候来可以轻轻的滑动一下 把油往上面浇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把火关上了啊 我们可以把它翻一下面 也可以不翻啊 看一眼 翻面的这种状态 现在是关火的状态啊 就是这种状态 我们来持续它大概40秒到45秒 一分钟也没有问题啊 好 这个状态我们就可以捞了啊 来 瞬时看一眼 我把它轻轻的提出来 感觉一下 就是这种状态 那我们先就放在罩里里控制油啊 锅也不用刷啊 借着这个底油来 我们先把这个洋葱烹敞一下 来 青椒 中小火状态啊 现在是中小火状态 香气煸炒出来 好 这个时候我们倒入我们的五柳菜 是不是这个五柳菜一进来就是已经感觉有这个酸甜的气息了 这个香味还挺浓的 特别啊 特别 跟我们的这个糖醋汁非常搭 来 现在我们把我们的糖醋汁倒进来 这个时候我们之前自己熬的糖醋汁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链接 如果要是没有熬这个糖醋汁呢 大家可以自己调一个汁啊 两勺白醋 两勺糖 两勺番茄酱 二比二比二 再加八十毫升的水 一点点盐 大家试一下啊 刚才我说的那个筋量 大家放完之后 然后还要根据自己的口味尝一下 这个我们的糖醋汁现在应该是正好的 来 红番茄的蛋 来 我们直接放在盘子里面 再来一点点 明揉 因为我们的这个糖醋汁调的比较合适啊 大家如果要是没有糖醋汁自己调的话 甚至可以勾一点点 芡汁啊 来 好 这种状态 我们直接把它给铺在鸡蛋上就可以了 这道菜真的是广府人的童年回忆的一道菜啊 就是这么简单 来 幸运吃 我相信你应该没有吃过这道菜 对不对 没有 好 待会要马上要尝一尝啊 这个呢 我们的汁呢 现在是收的相对来说比较紧一点啊 大家喜欢呢 就是那个汁呢 稍微的多一点呢 也可以再让它吸一点 还有一个呢 其实就是除了这个是一道菜之外 然后其实还可以做 比如我们北方喜欢吃的盖饭 五柳炸蛋盖饭也是非常棒的啊 来 刚才切的这个香葱的葱绿泡完水 拿这个纸巾来吸一下 来可以把它直接给撒在这个这个上面 这也是非常棒的 这个是不是一种点缀 不要说红白绿了啊 好 基本上就是这样 来 那我 我尝一下啊 大家知道我们最后还要拍一个照片 所以呢 我先尝一下这个汁水和我们的这个 来 五柳菜 还有青椒洋葱 太完美了 这道菜呢 其实最主要的敲门呢 一个是炸蛋的时候 油温一定要高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糖组织 好 那今天这道五柳炸蛋 您学会了吗 学会了 别忘了给你炸蛋做起来吧 喜欢我们 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 关注一键三连 这对我们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那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